上髮廊修剪理想髮型 但有醫護卻被設計師要求 14天後再來剪髮 設計師傳訊息來告訴這名醫護 說能麻煩你14天再剪髮嗎 直接挑明說疫情關係 你在大醫院比較敏感 讓他在臉書上心寒發文 說醫護人員都不是人 剪個頭髮都要自我隔離14天 連剪頭髮都要被歧視 貼文還被轉發到彰化人大小事 但也有暖心店家用行動挺醫護 圍上毛巾準備遞客人做造型 這家新北市的髮廊 只要醫護人員憑工作證 剪髮就能打七折 燃燙髮也會多送千元護髮 一直持續到三月底 我們看到前線那麼辛苦 我們自己 我們也沒辦法用醫護相關 我們只能用一些 我們所學的專長 然後去幫醫護他們稍微紓壓 稍微放鬆 然後我覺得我們能力所及的 我覺得很願意 另外連鎖超市也祭出十萬杯的 熱美式咖啡 要免費提供給醫護人員 各行各業齊心 要做台灣醫護的最大後援 記者余聖行程 建議新北市採訪報導